你就是挟持彪尔 自称来自六百年后世之人 娘娘你好 我确实来自于六百年后的世界 不信你问太子 刚才我出现的过程是不是很诡异 彪尔 你说说他是如何出现的 母后 是这样 我来昆宁宫的路上 只见眼前一阵狂风 紧接着 客人就从一个飞盆里面 飞出来砸个墙 正当我准备呼叫护卫的时候 没想他先反应过来抓住了孩儿 就是这样皇后娘娘 我本来在后世明布宫里面瞎逛 没想到走着走着 看到路上出现太子的幻影 我还以为是假的 结果下一秒 一个洞洞就把我给吸了过来 当然太子 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抓住你 我那为了自保 不然你喊一嗓子 外边的后卫团团包围我 我指定死在乱刀 坑爹啊 穿越到后宫 这让老猪知道了 还不得砍死我啊 好了 年轻人 你叫什么名字 冰娘娘 在下家人 哼 既然你是来自六百五十年后 那么你说说 你那个时代 是咱们老猪家谁当皇上 刘儿 你记不记得咱们家族谱上的排序 他要是说错了 就由你男排处置吧 好的 母后 呃 皇后娘娘 太子殿下 你们确定要知道 这一件事情的真相吗 要是我说出来 不顺你们的心意 这该怎么办 或者说 要是答案 没有你们内心的预期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我大明后世出现了昏君 太子啊 你们想要知道 真相可以 不过先说好了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娘娘 你精力颇多 稍后我要是说出什么 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你可千万要挺住 不要动干火 不然我可不敢乱说 毕竟刚才你们还说 我妖言祸纵来着 好了 你有什么就直说吧 老太婆我还没这么气弱 要是出现了昏君 也正常不过 历史上哪个王朝 没有出现过昏君 刘伯温先生在世的时候 我没少问他 你放宽心 有事就直说 大胆说 调重点说 我的气量比你想的还要大 好 既然二位做好准备 那我也不隐瞒了 整个大明王朝 从开始到结束 一共经历了276年 期间共有16地位传承 什么 大明竟然只存在276年 哦 你骗人 大明国运如此昌盛 怎么可能会灭亡这么快 大明君臣民众上下一心 怎会有内忧 大明如此多的精兵汉将 怎会有外患 标尔 你松开他 大爷的阿标 也真是够用力的 幸好老子练过 不然还真被他捏疼了 瞎人 你说大明只存在276年 你如何证明 母后说的对 你既然说出大明只存在276年 这么说你肯定知道一些内幕 你说 必须要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二位想要知道大明灭亡的原因可以 不过我请皇后娘娘答应我一件事情 否则小人宁愿撞强自裁 也不愿意多说什么 你说吧 想要什么 荣华富贵 高官厚禄 还是美人 只要你说的有理有据 我着手安排 父皇知道你立功 这一切都唾手可得 要是朱元璋知道我的存在 不就死翘翘了 夏人 你为何不说话 南部城市给的太少了 皇后娘娘 我刚才提出来的条件 其实很简单 这个条件跟高官厚禄 金山银山没有关系 嗨嗨你这个 既不喜欢钱 也不喜欢关 那你想要提出什么条件 你有什么难言之意 是不是关于崇八的 皇后娘娘 你还真就说对了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有我在 铁儿也不会乱传的 要是他想要砍了你 有我在 崇八不敢乱来 皇后娘娘 你错了 皇上要是知道我的存在 他肯定会旁敲侧击 让别人对我下手 我想刘伯温的事情 皇后娘娘就已经知道了吧 皇上他将这一件事情 怪罪给别人 可明眼人都知道 刘伯温的死 就是因为他朱元璋 一手搓成的 明明知道刘伯温 跟淮西党是死对头 他还让胡维庸去送药 这不是明摆着 给胡维庸机会吗 你啊 当时刘伯温先生的死 跟爹没关系 不 彪尔 虾仁说的对 刘伯温的死 跟你爹的关系很大 当初是我答应了刘姬 只要他认真辅佐 你爹最后五年 我保证他可以 安全回到清田养老 可 可是 你爹让你娘我失信一日 不到五年的时间 就被人给害死了 吓人 我姓你 现在 我姓你来自未来 崇八的错 我不会再让他继续接着犯下去 你的条件是不是 不想让崇八知道你的存在 是的 皇后娘娘准确地说 目前我不能暴露 因为一旦被陛下知道 他绝对会让身边的护卫 找机会给我除掉 我答应你 彪尔 你也是 跟没娘一样 一起对你爹隐瞒吓人的身份 娘 彪尔 我知道你心中的忧虑 可你要知道 你是太子 将来掌管整个大战 现在你有机会知道未来大明如何灭亡 等到你日后坐上那龙椅 你就有机会阻止这一场灾难 母后 儿臣知道了 虾兄 我姑且这么称呼你吧 我答应你 只要你不愿意 我朱镖绝对不会让你暴露在父皇的眼前 那你就讲讲彪尔当了皇上之后的表现吧 呃 皇后娘娘 不如你问其他的问题吧 好不好 关于太子殿下的事情 我实在是不知道如何开口 有时候 要是提前知道太多 恐怕一时半会 你们都接受不了啊 难不成 彪尔继位之后 没有成为一个明君 而是成为一个胡乱朝纲的昏君不成 难道 我将来继位 真的会变成一个昏君 难道我在后世 我的评价居然让虾兄都无法说出口 难道我 太子殿下 其实吧 你不需要这么担心自责 皇后娘娘 你也不要瞎猜 后世的太子并没有成为昏君 不仅如此 人们对于太子的评价有很多 宅心人后 宽宏大量等等都是美玉 并没有任何不好的评价 倘若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你会这样犹豫不决呢 难道还另有隐情 你快说吧 无论是任何结果 我都接受了 虾兄 你大胆说 要是我朱镖日后继位做出什么伤天害者 唯非作歹 胡乱朝纲 让大明的百姓过得不安生的行为 明日起 我朱镖就将自己锁在书房里面 头悬梁 追刺骨 直到什么时候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储君 得到父皇认可 得到母后认可 得到天下人认可 我儿说得好 痛 好啊 太子殿下 说实话 从我第一眼看到你开始 我就知道 你跟任何人都是主打和善对待 哪怕是我先对你动手 事后你也没有怪罪于我 如此胆破 未来必然是明君之相 禀皇后娘娘 我也知道 太子殿下在你的心中 也是最有优秀的儿子 是你跟在皇上 征战天下的时候 就已经生下来的亲生儿子 不过我要先说一声 接下来我说的事情 我后世的资料记载 有可能是错误 也有可能有偏差 但绝对是八九不离十 皇后娘娘 太子殿下 还希望你们一定要做好最坏的结果 要是不答应我 我绝对不会说 好 瞎兄 你尽管说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朱镖一人做事一人当 太子朱镖被后人评价为 古今往来 最拥有权势 最拥有话语权的太子 后人评价 若是太子想要造反 皇上关心的 不是自己会不会死 而是担心太子身边的手下够不够 要是真的不够 皇上甚至会给太子安排 多增援一些兵马 后人能说出这些玩笑话 就足以说明 太子朱镖不仅是 整个明朝最记忆厚望太子 还是皇上跟皇后 您最喜欢的儿子 没有之一 碰 碰 我儿朱镖如此优秀 能得到如此评价 足以说明 我跟他父皇的心思没有白费 母后 虾兄说的有道理 但请母后放心 我绝对不会兵变夺权 这是违背善谷理 乃是不孝 不忠之行径 还望虾兄往后相似的言论少说 少提为妙 快快 说彪尔将来当皇上之后 他干了些什么 无论是好事 还是坏事 全部都说出来 不准隐瞒 娘娘 还请稍安勿躁 红武24年8月 秦皇朱镖因在班地 斩棄为非作歹 还滥用私刑 饿死人 烧死人 皇上对此大为震怒 于是派遣太子 前往陕西巡查 将秦王召回应天府问责 太子不忍心 看到自己弟弟受罚 于是就跟陛下求情 等秦王回到陕西后不久 太子就开始身体有恙 卧床不起 红武25年4月25日 这一位有史以来权力最大 同时也是大明第一任太子 最终暴毙身亡 享年38岁